你发现他们跳舞唱歌 打球游泳 他能快乐吗 这一定内在里面没有充满着智慧 去了解这个宇宙当中是无常的 是生灭的 是刹那变化的 他就一定会在错觉当中去寻求快乐的 所以佛说 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人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他追求的东西错误 严重的错误 他追求的东西 钱是无常的 女士是无常的 名是无常的 这个不是实在的 我们去荣总 荣总 你知道吗 荣总 荣总的社长 有一个人得到癌症cancer 拿个那个收音机 在听什么 啊 股票 对了 这 癌症快走啦 快走啦 他就 啊 站停板 跌停板 然后 赶快 赶快 今天站停板 赶快 打电了 啊 快点 没出去 快点 没出去 没出去 来 我给你 反而 是那个 那医生说 这个没有邪火的真身 可怜啊 不拘募 这个事er 这个钱怎么 怎么能够带给你 永恒的快乐那钱是相对的需要 当你有所需要的时候它很重要 当你已经够用的时候 那个钱变成银行里面 只是一个数目大跟小而已啊 对不对 你既放在那边三千万也是一个数目啊 只是心比较安一点 我说我那里面有三千万 我那里面是足够的 我有剩下三十万 我也可以过快乐的日子啊 我已经足够用了嘛 剩下的就是一个数目而已嘛 人就不是一样 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就这样子 多到最后心脏爆炸 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佛告诉我们众生是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不知道做功德 不知道布施 春天没有播种 秋天他哪里有收成 你今天呢有的人呢做这个事业 做得很顺 为什么 他前世他有修 他刚才做什么就赚什么 有的人一考试 就上台大的 就上一科的 前世他已经念过多少书了 今生今世才来补的呀 他从前世就开始补习了 你现在在餐厅你怎么能够考上台大一科啊 对不对 考了三次上冯家就不错了 这没读书的根啊 这没读书的根呢 你怎么哪有办法念书的 是吧 这没有办法吧 用功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要有那个根 参公讲的要根 因此我们要了解 我们今天能够大富大贵 那当然是有修 有布施 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太有钱了 地位太高了 而被我们现在的名利迷住了 而不知道继续在供养 施舍那些孤儿 欲诱 那完了 那你不知道众福福报啊 众福田你来世你就完了 你没有福啊 没有福你 没有办法享福啊 是吧 不过要布施也要看清楚了 现在那个报章杂志 电视报的那个什么 温暖是吧 报的很严重是不是 好像是恋财还是什么 我们当然不了解了 我到最后还是一样一个温号 报的是真实讲 我们不知道了 我们必须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报只是这样的灯 电视是这样的报 姑且这样看 可是我们不可能就姑且相信了 我们没有了解 深入了解 不可能不能相信说 有还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灵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灵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六祖会员大师说 常见几过 不论人非 那么 宁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我们想要得到这份宁静啊 你要从内心里面去宽敞 任何心而上的外在的东西 不可能满足 永远没有办法 永远没有办法满足 你追求今天在座的金钱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快乐 够用就可以了 你老婆挑一个 挑十个一样没有办法满足 你看你拿到清世界的荣显 几十个波斯瀉位 没有用的 眼睛一灯就走了 今天有个人来 来见师父 年轻人二十六岁就 就走了 年轻人二十六岁就去世了 准备到美国去流血了 生命很短促 对任何事情不要太执着 但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 尽人力 而后听天命 不可以说 虽然 要不要救众生 虽然 要不要做功德虽然 什么都讲虽然 什么都放弃 什么都讲虽然 什么都放弃 这个在禅宗里面讲 就是认病 认自己的习气 不改变 他以为是修行 这是错误的 人家讲精进 修行 心静就是精进 人家讲你要拜佛 佛在心中 拜什么佛 早晚课 释迦牟尼佛 当时在世有人找晚课吗 这很多无量无边的理由 无量无边的理由 好 那么 我现在 谈一点这个 禅的观念 谈一点禅的观念 可以使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心胸 啊 扩大 心胸扩大 不是心脏扩大 哎 啊 那么 禅 就是福的心 在禅宗里面一句话 不是本性的 不是本性的 学佛无异啊 不了解我们的本性的人 学佛 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本性的 学佛无异啊 禅的 禅的原意 应该是两个字 是禅摩 一个人念那 禅那 禅那 那是不对的 禅摩 禅是福的心 禅是由悟而来的 不是由做而来的 很多人误会修禅要在那边做 那是不对的 修禅的人在那边做 那如果起来怎么办呢 那起来就不是禅了 所以禅是24个小时里面了解自己 清清楚楚的 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 哎 万句话说 身口意三言所做都是忠道 这是禅 一个开悟的人 他所做所讲出来的话 不会违背因果的 开悟的圣者 你用什么方法去刺激他 去毁谤他 去攻击他 无中生有的攻击他 他不会不会生气的 他不会报复你的 因为天底下 在一个开悟的圣者来看 是没有事情 是没有事情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只有开悟的圣者 可以享受真正自己的生命 去我们这些凡复说止啊 主观也好 客观也好 主观也是执着 你讲客观也是执着 你讲你自己很客观 其实你很主观 你讲你自己很主观 对吧 也许别人觉得你很客观 主客观都是意识的产物 它也是意识分裂的产物 并没有一种肯定的东西 就主观来讲它很客观 就客观来讲它很主观 无量的客观会造成主观 无量的主观会变成客观 那什么是客观 什么是主观 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么禅就不是的 禅就是秉除这些善恶 是非 主观客观 明暗 有无断肠 一意厉害 没仇 是非 好坏 全部放下 因为他了解这是空性 延伸延灭 今天我们来到长庚的 这个大礼堂来 奄奄奄奄奄 天下九点都讲完了 每个人个人走个人的路线 我们一定要了解 言起无自信 当下放下 所以说意义了时 无了时 当下决断就是死 你想要找一个因缘 才来出家好像很难 如果你应该肯定自己 我一生一世一定要修行 啪 断了 就修行 没话讲 是吧 就清清清清了 看这一念之间 所以呼叫讲 甚至超越时空 一念之间可以超越万劫 万劫化为一念 那不是不可能的 时间是虚幻的东西 我们说我们从小 我们从小一直活到今天 似乎今天是三十七 可是小时候的事情 历历如新呢 在脑子里面 一念之间我马上可以回想到 三十年前的事情 开悟的圣者 他更超越了这些意识上 所产生的时间的一种 抽象的观念 时间是抽象的观念 因为有明跟暗 所以划分成二十四个小时 当你进入外太空的时候 全部一片光明 当你进入南北两极的时候 白天是那么的长 晚上是一点点 或者是晚上是那么长 白天是一点点 如何又产生明暗之分呢 所以明暗之分 时间的观念完全请自以一种抽象的观念 由物质现象的明暗所产生对立的自己 我们把它划分 然后产生刻画 刻画以后产生执着 产生执着 我说我们有时间的观念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观念 因此我们也了解 圣者圣人 他没有时间观念 所谓没有时间观念 不是我们慢道的没有时间观念 而是突破的时间 我们因为强烈的时间观念 所以我们等待会很痛苦 对不对 女孩子的男朋友没有来 一个毛巾咬碎了好几块 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 一个毛巾 不来 不来 那这个男孩子在等女朋友 猛抽烟 两三抱烟 一下子都错完了 时间观念太强了 难熬 所以你可以看看那些歌曲 动人的歌曲 无非都是感情的产物 强烈的爱 强烈的恨 强烈的恨 强烈的记录 所以产生强烈的等待 不来那时间的观念 如果有有有有缠的功夫的人 那不来不来正好念大辈子 慢了一个钟头 慢了一个钟头好太好了 念四十九遍 慢了两个钟头很好念一百零八遍 也不差 也不差 他有缠的观念 他了解错事 你今天你等到他 两个人手牵手的到银环去吃一餐 到烈鹅鹿 你还是要分开啊 你要牵多久啊 牵进去观察啊 所以他这个智慧很高超的时候 他可以在每一个动点上活得非常超越 因为他有雾 有雾 有雾 这个雾啊 是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雾是二十四个小时 看到花 他就知道因果的观念 这个花雨水够了 色彩开得很鲜艳 这花啊 不可以缺少阳光 这花开得多漂亮 花枯萎啦 他就会告诉自己 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老太婆 奇斯密 随魂饼就抹不上了 蘸多乳膏也用不着了 血浮浓 蜜蜜 都用不着了 花蟹的时候 他马上悟到生命的本质 就是脆弱的 就是无常的 他心马上放下来 噴到真实的时候 坚持不下的时候 他也会告诉自己 这也会过去的 也会过去的 好 那么看到水 看到水他就会悟到 噢 这个水变成真气的时候啊 杀伤力就很强 这个水在常态25度C的时候 它是液体 这个水啊 在4度C的时候 它是固体 噢他马上会悟到 能量可以改改变H2O 变成气体液体气体 啊 改变气体液体气体啊 固体 形态不一样 可是本质相同 啊 就是H2O 人也是一样 因为业力的不一样 业力思想上的不一样 所产生出来的 有六道轮回 大智慧的人 他就会超生到天界 超越到三界万 修菩萨道的人 他就证菩萨果 修四地华 就证罗汉果 修六道万恨 就证佛果 修十三叶的人 就到天道去 为什么? 意识就是我们的业 业就是我们所讲的Energy 那么因为是讲Karma Force 就是一种业力 照长久的思想 思想造成惯性意识 所有的惯性意识 会留给下一代 带动下一代的启发 一个人今生今世 念佛念习惯了 出家 他来世 在迷迷糊糊糊当中 一看到佛像就会哭 一听到人家畅战就会哭 为什么?前世是修行人 你问他你为什么哭? 不知道啊 你进来佛当有什么感觉? 有的人感觉很陌生 有的人讲 这好像是我的家 当然前世就住寺庙 当然这是他的家 就是无形当中 业力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看到水 他也马上悟 我们人的本性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造种种的业 所以会牵制变成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不讲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手 握东西你就知道 他这个一执着 他什么都 就不能接受 什么东西就不能接受 今天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今天如果你是一贯道的 修量放大一点 你如果你是基督教的 你修量放大一点 走出这个象牙塔 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再来下定论哪一个宗教 比较高超 没有经过任何的比较啊 你不能显示是不是佛法 跑到什么地方 再来 我们呢 看到虚空 我们就会了解 我们就会了解 这个虚空啊 好大 他没有边际 假设我们一个人的心 能够像虚空 那就无所不包了 我们人不要画地自现呢 啊 做检师傅 我们要包容 异己 才可以成就 更伟大的道业 包容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 就更能够成就我们 对吧 做医生也是一样 这个做医生啊 如果主观意识太强了 他会误诊的 自己的判断是肯定的 下药下错了 下药下错 太过主观 他认为他是前卫 不请求别人 有时候不接受别人的看法跟意见 来变成误诊 自己不懂得 我是有名的医生 我也不必请教你 那麻烦 所以啊 胸要稍微放大一点 接受别人的看法 有时候对自己是帮忙很大的 人家会讲你那是累积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经验 有时候你不妨听听别人的看法 所以说 我们看到花被剪了 我们就会知道 蝉是由雾而来的 从一朵花 从一滴水 从看到我们的手 看到虚空 看到这个突出来的数字被剪掉 你就要注意 人 不应该狂妄 我们就要说蝉是二十四个小时 孕育在我们的内在 接触到任何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找到真正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空 空 无常 无我 不是实在的 慢慢的这个生命 就会误到事件是无常 得失的观念马上破除 既然是无常 你得跟失 那是一个观念 我只要把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 得跟失 所以 所以就是离相对的观念 离相对的观念 所以我们不见人之过 常见自己起心动念 这个会使我们修行 内在 变身化 三主生战大师啊 开悟 开悟讲了几句话 说 至道无难 危险简直 但莫 真爱 动然明白 至道无难 是什么意思啊 至道 这道就是一切道理 一切事 它的根源 水有水源 木 树木有树木的根本 所谓自就是达 道就是实践的意思 去做这个规则 简单讲这个自道就是真理 而真理呢 它是普遍性的 真理啊 它是一切事一切理 都存在的 意思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 这个庄 庄生讲过 这倒在死尿 你看到这个小便 大便也可以悟到 也可以悟到 哪天呢 你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黄金呢 也会悟到 身体是臭的 追求这个也是 假的 我们现在都被广告所迷惑了 广告都是请那些比较漂亮的模特儿来 哎 头发是那么好啊 分叉啦 洗什么都好啊 广告 找那个漂亮的身材 啊 你不相信叫一股很大股的去 去广告 还是说那个 面前麦 不要这样 是鸟的 很猫的那个 你叫他去打广告 都是欺狂众生的 因为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 人就是虚伪 效果 他广告摸着人当然是很好了 众生就 就被迷住了 像我前几天在看报告新闻的时候 看法国的巴黎啊 那个什么服装展览 啊 做那个什么玩礼服 脱的一个尾巴长的 不得了 是不是啊 那个头发做起来像公鸡一样的 庞克足的 搞什么东西 看不懂啊 什么所谓这样子 哎 这样到底是代表什么 很怕 还是很special 没有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奇形怪状的 对不对 雕心里 引人注目 可见那内在多空隙 啊 这巴黎 甚至沾染后 衣服一套一套出来 我在想 你脱光了都是一样吗 没什么好看的吗 这个身体光了 那个身体都是肉吗 都都一样吗 穿那个只是外面而已 脱起来多多肉吗 没什么好看的嘛 就就没有 我没有感觉这什么好看 我觉得这个好看啊 这个 这 青菜拢了就来了 先啊 那边的肚子 全心全剥乎 说今天出来 再一个肚子 多灯多塞 出来喷 发酵 哎呀真是 麻烦死了 那个自在的生活 不过你过那个痛苦的生活 为了化妆一个臭皮壤啊 我叫讲了这个臭皮壤啊 弄得老半天啊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修行人在看这个世界呢 好像不太一样 他看洞悉这个骨髓里面啊 他不可以看这个皮肤了 对不对 看这表人皮肤 啊这手很漂亮 刀子一割哇血流出来 差不多了 死了以后剩下一根骨头 看破 这很 其实很简单 可是我们常常会 自己勉强不难 哎好难 好难 好难 你一直讲好难 当然好难啊 对不对 你还没有开始修行 你就打 就就放一个半脚石在前面 一直讲很难很难 那很难当然你没办法了 对不对 没有勇气没有骨气 你当然很难啊 说简单很简单嘛 就是放下两个字而已嘛 哎 所以智道无难啊 所以智道无难呢 危险简直 就怕你啊 东早一早 西早一早 西挑一挑 取一舌寻觅 事实上 根本就是一切现成的 放下就数 眼睛看耳朵看 通通放下 当下就数 怕就是你妄加选择 简单就是妄想分别了 如果你能够随身这个不二法门呢 一切都是现成的 不难 不难 所以淡漠真爱 真就是一个心啊 在一个曾经的城 这个真爱 动然明白 真就是恨的意思啊 你内心里面都一个念头 真就是恨啊 爱就是执着啊 是吧 就动然明白 所以说 智道无难 危险简直 是淡漠真爱 动然明白 内心是清清楚楚的 什么病都很清楚了 意思是叫做放下 不要有执着 我爱恨 你恨他 他不但不知道 痛苦了自己 你得到选择 我这个人 我不会恨别人 如果我看不惯 我会抓来揍一揍 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这比较快嘛 你恨他傻瓜蛋 他又不知道 我恨你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哎呦 我恨你 你不知道哦 傻瓜蛋 我恨你 你不知道 你恨他 他不会少一块肉 他也不会减少寿命 你只能够惊死 可怜 可怜 众生就这样 可怜 快乐的日子 他不过 他要过痛苦的 说好理有差 天地 以贤格 以得现前 莫存顺利 为顺相争 视为心定 好理有差 修行之后 你对有 你要悟到 这个是假有 你对空 那错 对于产生断灭 不可以产生断灭 意思就是 在有的时候 你要悟到 这有是无常的 是与您而合的 不是实在的 虽然是有 可是我们不执着 可是我们 了解到空的时候 我们要悟到 我们不可以否认 现实社会 我们还是继续要活下去 太阳明天还是要出来 我生命明天还是要活下去 工作还是要做 虽然这是虚幻的 是假的 我还是要尽我的本分 虽空也不空 虽有而非有 慢慢的就悟到 好理有差 所以你对有跟空不了解 有差 天地弦格 那这个跟佛的心 那就差了四万八千里 你对有不悟到有 不悟到非有对空 没有悟到非空 那你说了解的 天地弦格 这差距是太大了 差距是太大了 所以欲得现前 莫存顺利 欲得现前 你想要真理在你的面前 产生 你要得到这个真理 莫存顺利 顺就是顺从的顺 逆就是违背的逆 逆是逆 莫存顺利 所谓逆正上言的逆 逆 五逆的逆 那莫存顺利就是说 大家对我很好 念在里面无量的欢喜 逆是不好 生气了 痛苦了 所以意思就是 欲得现前 你想要真理在你的面前传胜 你一定要了解空性的道理 当下方向 不可以存在有顺跟逆 顺就是人家 人家对我们好 我们很高兴 逆就是放脾气了 不好了 有这样一个念头 总是不好的 所以唯顺相争是唯心病 唯 唯背的唯 顺从的顺 相争 斗争的真 唯顺相争 就是内在里面夹着这两种观念 再讲一遍 内在里面夹着这两种观念 两种idea 唯 就是 对我不好 违背我的意思 困住的意思 顺我内心里面太高兴了 意思就是说 乐疾生悲 悲疾就生乐了 悲 或者是乐 两种极端的唯顺的心情 相争 视为心病 今天我们不是讲医疗吗 如果这八个字 医生们 你写起来的话 贴在你的这个 要先治疗别人 先治疗我们自己 要看别人的病 要先看自己的病 这八个字就是医生最重要的 违顺相争 视为心病 内在里面有两种观念 那就是病 意思就是我们内心里面要统一 统一就是他对我好 对我不好 嫉妒我 毁谤我 再包括拿刀子 那刀子让我没有跑了 不要被他杀死了 意思就是 内在里面呢 统一的观念 慢慢的就会呈现 安详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恨一个人 就我能够恨 他是被我所恨 内在里面的心智 心智就会成分裂状态 精神分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分裂 我们恨在里面没有完成同意 我们有情绪的高低差 学佛这就是根本 彻彻底底的了解自己 彻底的改革 你要了解佛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你要先了解他的心是什么 佛的心就是没有违顺 放下是非 善而没仇 有无断 常 意义 厉害 明暗 人无是非 违顺全部放下 如果你要找佛 从这个地方去找 如果只有拜外面的异佛 拜一辈子都不会开悟的 拜再多也没有用 你不悟 拜再多也没有用 这不是圆子 图牢念尽 圆就是一 不是 是就是认识的 是 圆就是一圆两圆的圆 简写的圆 不是圆山的圆 子就是圣子的子 这不是圆子 图牢念尽 图牢念尽 念就是观念的念 尽就是安静的尽 不是圆子 圆就是最初的法则 你不了解最初的真理 当下就是空性 简单讲就是佛经讲的法尔如是这个法尔 你不是圆子 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法本来就是无常的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苦的本来就是一无可取的本来就是这样子 上纳之间生灭的这是圆子 图牢念尽 你只一个人啊 就是不悟啦 只一个人坐在那里啊 习心尽力 想要破除烦恼那不可能 那只是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什么都不想 死人也是什么都不想 我什么都不想 图牢念尽 哎呀这个烦恼很重 我把他心安下来 他不知道 安心的这一念也是虚妄的 有心可安 心是虚妄的 何有心可安 本来无心可安 徒劳念尽 自己啊 空手那个空的观念 空手执着那个安静的观念 你们太吵了 门关起来 门关起来 你那家里面 关在门里面 自己跟人不讲话 你以为你就得到宁静吗 没有 因为你没有悟啊 也许没关起来的话 摔摔子摔碗筷 比较没有人看到 对不对 花大脾气啊 这很难说 这很难讲 所以我们学佛 不了解本性的 不生不灭 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学佛是找到真正的永恒的生命 学佛不是消极 更不是那些悄悄打打 感经上念经的 那是形式上的东西 如果念经就可以超度了 那大家就不要修行 那我也可以去偷 可以去抢 但是如果说念经没有用的话 那中国人 佛教的到几千年来都有念经 那就不是白色的嘛 所以看情形 要是说 他这个人杀人放火 那你跟他念一本地藏经 就解决 那他得了 那佛教不是鼓励人家杀人放火啊 所以业要有轻跟重 超度的人 那个法师 功力 身跟钱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你在爬山 弃船 你碰到一个大力士 一手就拖上来了 就力量够 超度也是一样 碰到一个有力量的法师 他给你超度是 一下子就 拖上来了 你本来业障很重 那你说花那个钱 请那个假和尚 假尼姑啊 念经念老半天 没有用 什么都没得到 那没有修行 你叫他超什么度呢 他自己本身就需要超度 怎么超度你呢 有人讲 师父超度有用吗 这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超度怎么有用 一定有用 不一定有效啊 对不对 那超度没有效吗 那也不见得 超度如果没有效呢 完呢 超度没有效呢 你这个念经念佛也没有用啊 有效 当然有效 只要看根气 看怎么念 有没有诚心的念 九点了 九点了 差不多了 我讲一个半钟头嘛 当然这是因为资料的准备 是很多 哎 那么因为 长歌词算是第一次了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统筹一下 今天这讲的观念 我们了解了几个原则 我们会生活的很好 佛教不杀身 佛教不迭告 没在拨背 佛教不抽签 佛教不算命 佛教不看地理位置 有做参考有了 该怎么该怎么该 有做参考 是吧 佛教不是像什么放什么灯笼啊 放什么炮啊 什么烟火啊 什么营神赛会啊 杀猪公呢 那个东东不是佛教的举动 佛法是求真理 求真理 求觉悟 不是看着外面的那个敲敲打打 是没有错 那是佛教的一部分 是方便接引众生 方便接引众生 真正的佛教的根本精神 是悟 是悟 是悟啊 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希望各位不要悟对佛法 不要悟对佛法 假设你有兴趣 希望到师父的文章讲堂来参观 我们随时都很欢迎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立友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墨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画为实 十画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